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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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人 沒有真實信心的 都是自我感覺良好 一廂情願地認為的 所以常常要低心下氣 反觀自照 檢視自己 我們在修學過程會看到很多 比我們發心精進 比我們勇猛俱力的人 甚至是祖師大德成就者 這些事例這些公案 不是看了歡喜一下 參考一下 甚至法喜充滿五分鐘 就算了 他是要對照自己的 當我們經歷了這個人的逆境 經歷了祖師大德 他的災禍解 經歷了成就者 超乎常情的失戀 你的信念是否 如常堅固 反覆的檢視 反覆的對照 去強化 去扎根 最有保險的 最有保險的 就是深入經障 深解佛法的意趣 就是要實修 如果你實修佛法 他會在 信念 他會在 行結相應中 日常生活中 點點滴滴的鞏固起來 如果你沒有實修 聽人家講 覺得佛法好棒啊 聽人家說 覺得佛法好殊勝 這個宇宙間 沒有再超勝於佛法的 這都是聽人家講 你起的情緒反應 或者你暫時性的歡喜認同 那不是真信心 我們常常聽到 祖師大德 因為深入 鑽研佛法行持 得到了印證 從骨髓裡面相信佛陀 從骨髓裡面相信佛法 從骨髓裡面恭敬佛法 聽起來很容易 骨髓我也有骨髓 從骨髓相信 那好像就是很信 對不對 你聽起來就是很輕鬆愉快 你多體會體會 所以學佛修行 哪怕是最常常聽到的明相 最普遍的修學次第 都不要小看 小看可能在那裡啊 就是你跌倒的地方啊 我剛才講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真實信心 很多人你都不信的 那是你現在還好 一切還順利 生活狀態還可以 我曾經看過 四五十年的老菩薩 都在寺廟裡幫忙 他晚年 得到了帕斯精神症 我去探望他 他老菩薩都保重身體 相信阿彌陀佛一定會保佑你的 講台語 阿彌陀佛一定會保佑的 他會什麼 不知道保佑從哪裡去 他說不知道保佑到哪裡去了 意思是說當然他生這麼重的病 學佛的人不可以生病 生病就不相信佛法 佛法就不靈了 是嗎 所以有的時候 你說沒有正知正見 沒有身解意趣 沒有行解相應 沒有串息精心淬煉 你說你有真實信心 我不相信 那可能你就是過去都修好來的 那這個再 再來人了 對不對 不在此限 一般人你說你這樣子 隨隨隨便便就有信心 你弄錯了 所以這個問題也挺好 大家藉這個問題也檢視自己 是嗎 嗎 我的意思是